陶瓷 陶瓷就是一種火的藝術 經過烈火的虛擬 荒成陶 荒成瓷 這塊泥巴是有生命的 從土變成了瓷 就是一個混凶涅槃的構成 一種材料的語言 溫潤如意 潔白無瑕 在他內心裡面 對觀念這種景仰 跟這塊白色 剛好是相輔相成的 德化的瓷術 從明朝合作朝開始 到現在也快五百年了 它的衣文的組成 跟西方的吊塑寫實衣文 是兩碼式 形成我們德化 獨有的衣文那種創作說法 幾百年從來沒有 都可以形成德化的一個符號 一個代表 一個地理標誌 樹就是一種加法 從小加到大 加到最後有動態 有體量 有靈性 做一件造型作品 它是有感情色彩的 有動態肢體語言的 像我父親做的那一段觀 它漣漪要起腳那瞬間 下一步肯定就邁開了這一步 長蛾奔裂這個題材 其實在我父親 七十年代就做了一件 這一件作品也是我的範本 等我做到差不多 已經快漏稿的時候 我父親來了 他只是說做得太單薄了 他還有這種精神世界必定 後遺還在人間 他不想回頭望一眼 結果他就用那個手 來把我的頭轉了 他說他在灰天的階段 往下看了一眼人間的 就這個點 我一下子眼睛就亮了 在實際創作當中 主要是高實際效果 不是說我要定格 灰的要做成什麼樣的特色 特點 無形都形成的才是特點 我得清潛 塑造的是自己 我們做台灣人喜歡挑戰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挑戰 到我的這裡挑戰 成型工藝 材料應用 1999年 中華紅 我研製成功 2000年又研製成功 多彩結晶藝 這兩個右翼的研製成功 不只填補得化的空白 在全國裡面 引領了一片蜂巢 在傳統的右鍊配方裡面 有一個口結說 要開一朵金花 你要迴避什麼樣的元素 你一定要把它剔除乾淨的 結果恰恰 這就是反作用 你一定要有一種逆反的思維 它裡面就是有共生的 心經自在觀音 這一件就有別於歷史上觀音的塑造 它是一個長黃體 它是90度直角 最容易開裂的 我記得是做到第五件 那個黑體 總算是沒開裂的 我們後來就入窯燒製的時候 開窯門的瞬間 那件作品都跌到窯底下 成一堆繪瓷片了 一個人都撒掉了 第二件 第三件 以至於我的團隊 全部都已經要放棄了 那一段時間我也是很痛苦的 心裡面 腦子裡面 裝的就是這件作品 到第四年燒了一件 總算贊助了 我就信心倍增了 我說這個贊助了 其他的都是小問題的 陶瓷要經過兩百多道工序 七十二道大工序 開啟窯爐 你的心血是白費了 還是有所得 就在那一瞬間裡面 經過七代的傳承呢 我們許家祖上的 已經自成流派 叫三福祖 第一就是精雕細客 第二就是開臉 言中有方 獨創的瓷項鍊 還有瓷霾花 一條飄帶 從兒時開始 看他們幹活做事 我就在旁邊斜著也淋眸 等你碰到藍蹄了 腦海裡面就像幻燈片一樣 就一幕一幕顯現出來 來指導你 這一棒已經接到我的這一代人的手上 我一定要把它接好 要有所做武衣 有所創造 有所創新 我只要認準的一個方向 我一定要去衝的 一定要去嘗試的 自己裝飾 有所創新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